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早上天氣繼續有些良意 早上7時多時 市區氣溫大約在21度左右 而新界北部就在20度以下 今早上天色都不錯 日出的時候在維港網出去 已經看到一片藍天 大範圍的衛星雲圖看到 在南海中部的熱帶氣旋天鵝 預計會向一個偏西方向移動 而向越南中部 與相關的雲團距離我們亦比較遠 而今早早在我們附近云暖不算太多 電路紀元報導見到 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廣東地區今日和明天天氣繼續普遍晴朗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天晴乾燥 最高氣溫就是27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東風 初時離岸間中會吹強風 至於再之後的天氣 預料東北季後風會在週末期間增強 環南雨岸和南海北部風勢會比較大 另外在菲律賓東北面 有另一個熱帶氣旋艾山尼 預料艾山尼會向西移動 環國旅宋海峽 明天就會進入南海東北部 不過再之後的路徑和強度 仍然存有變數 天文還會密切監察著艾山尼的動向 目前我們只望 明天天氣繼續都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而週末期間雲量會比較多 風勢會多大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